为什么建议年轻人不要盲目的先去购买呼吸机呢 昨天的时候有两个小夫妻来找我 是个女的大呼噜 这个女儿胖一点 24岁 她去医院监测了 监测了之后呢 我看了一下她的报告 她的报告显示AHS40 我就问她 我说小妹啊 你这个症状怎么样 有没有白天四岁啊 夜尿啊 高血 她说这些都没有 然后姑娘是胖一点 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这个呼吸机啊 先别买了 为什么啊 第一带呼吸机 她你这么年轻带呼吸机 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她跟我说了 她说睡觉前一定要看会抖音 看会视频 有点入睡慢 那我说那你这个入睡慢 那你带了呼吸机 你还可能会入睡更慢 然后我建议她 我说小妹啊 你先别买呼吸机了 你先去减减肥 她说他们还打算要宝宝 我说你这个有没有晚睡晚起 她说我经常熬夜 她老公在旁边说 她说经常熬夜 我跟她讲 我说你这个熬夜 一定要当心一点 熬夜 你的内分泌是乱的 你很容易胖 再加上吃点零食 你们年轻人 口味还比我重 是吧 你又熬夜 反正又胖 是吧 还年轻 现在没有症状呀 她24岁的人 她哪来的症状呀 年轻人代仓能力这么好 我跟她说小妹啊 你别买呼吸机 先去狠狠心去减减肥 带了呼吸机 而且即便你买了呼吸 带呼吸机 你也没有直观的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身症状也没有明显 你症状不明显 你带呼吸机 不仅改变不了什么症状 反而还有点影响你的入睡 我说你回去吧 你先别买呼吸机了 你先好好减肥吧 这么年轻 说实话你狠狠心都能减得肥 月哥36岁都减肥 成功了呀 一直保持到现在 所以说 特别年轻了 30岁以下的人 除非你就是很胖 症状大爆发 你必须买 马上用呼吸机 你可以买呼吸机 如果说你症状也不明显 就是个肥胖 你先狠狠心 对自己狠一点 对自己狠一点 所以瘦下来 年轻人很容易瘦的 狠狠心就瘦下来了 而且这个瘦下来 养成很好的 作息习惯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对你长久的健康 都是有帮助的 大有必要的 不要买呼吸机 好的 我是呼吸机 二月哥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